Buenos días, señor. ¿Listo? Vámonos. Lección de Español. Cuatro puntos uno. Artículo de Español.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會說的 就是articles of Spanish. articles是什麼意思呢? articles是西班牙文裡面的 我們叫做冠詞 就是artículo 那冠詞又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不是太認識文法的話 我們看看什麼叫做冠詞 待會我們就在這個課裡 就會簡單地介紹了冠詞 西班牙文的冠詞 接著在4.2、4.3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看看不同的冠詞的形態 我們應該怎樣根據這個名詞去改變 我叫Domas 這是我的email address 這個網站就會把我錄下西班牙文的list 我就列出了一堆link 錄到今天這個是第四點一課 也就是說我錄了第一和第二和第三課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的話 儘管在這個網站上 按它的link 去到youtubelink去看 下面我就換了youtubelink 這個sortinglink 或者你可以去整個list 就是下面這個youtubelink 這個link就是整個西班牙文的貨文裡面 就是我的一本書裡面的list 我用這個link 你可以去那個paylist 又由最初第一點一課 一直看到三點幾課 暫時來說就去到三點五課 陸續在這年之內 應該我會完成了 大概有12到13課的西班牙文的過程 完成了整個有什麼用呢 至少大家可以揭替一本西班牙文的書 你也會懂得看 或者一本簡單的小說 你也會懂得看 完成了一個過程 我答應大家一定會懂得看 用那個文字 因為我現在已經開始 是懂得看西班牙文的書 完全沒有英文在裡面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我的youtube頻道 你可以去這個youtube頻道 或是上高的一個 上高的一個比較更新的一個 或者我把這個 吸電話進去這個位置 讓大家知道 這個比較更新的一個list 我就放了這個list 在這個位置 放大這個list 給大家看 我就把這個list 靠紅色 放大給大家看 很簡單 讓大家知道有個list 上一課的課問 在3.5次 是Secunda Section的Sundantivo 即是Sundantivo Sundantivo的第二輯 第二輯的關於名詞 某些名詞 大家認識的名詞 就在上一個這裡 事不宜遲 或者再說回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讓大家下載 那個work的位置 即是那個list 那個work的list 就應該在這個位置 我教錯了 這個才是那個work的list OK 那我就 Copy回到這個位置 麻煩大家誤會了那個list 這個呢 那個work的download link 大家可以去這個link裡面 我們就可以download 那個work的file 即是哪個work的file 就是這個work的file 整個課文都在這裡 一邊看著課文 一邊聽我說 教大家如何去不同的西班牙文的文化 大家就會清晰很多 OK 那事不宜遲 我們今堂講的就是articula 即article 即冠詞 那冠詞 那冠詞又是什麼呢 我們看看 in English 在英文 現在開始 又開始寫一些西班牙文的句子 有英文和有中文 大家去認識 我們怎麼可以組句 慢慢學怎麼可以組句 in English un articula 一個article an article an article an article as una de las palabras 是所有字裡面的其中一個 is one of the words 那什麼words呢 就是the a 和an 西班牙文裡面的the an 亦都是有回到自己的 這些我們就叫做 貫詞 我們中文都有的 例如我說一條魚 一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貫詞 那一條魚 或者一條魚 那這個呢 我們都是那個 我們叫做貫詞 article ge esta delante de delante de 就是在一個名詞的前面 un sudativo 在一個名詞的前面 so it is given in front of a noun 那這個我們就稱為貫詞 OK 那文化這件事呢 就很難明白的 當大家看完解釋之後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什麼叫貫詞 什麼叫ariculo 或者ariculo 但不要緊的 我們看一下這些例子 慢慢我們就了解 那下面呢 就是regard de genero 就是genero regard de genero 就是rules of gender 在西班牙文裡面的 貫詞 是有分性別的 男性或者女性的 所以這個性別 我們就有一些規則 去把那個貫詞 賦予男性或者女性的一個貫詞 以來的 和一些名詞 之前的那個詞 的貫詞 article 所以整個意思就是 貫詞及其規則 我們如何利用 貫詞 以及規則是怎樣 《要對的規則》 也有一個領事 例如說 文字大簡直 我們要看 例如說 文字大簡直 也有四個形態 因為文字大簡直 所以西法男文的貫詞 帶來的四種形式 你开始了解读到金堂 我们应该知道西班牙文的拼音、字母 大部分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开始组句 或者看句子 尝试翻译成为英文或者西班牙文 慢慢大家就会惯了 就知道它应该怎么用 如果整句 El artículo en español Dienes cuadro formas 西班牙文的半词是有四种形式的 我会组织中文 大家就会知道怎么做 那四种形式是包括什么 masculino singular Singular masculine 就是男性 男性的单数 男性的单数的the 我们就会用L 例如the book L liberal 这个就是L feminino singular 就是女性的单数 例如la chica la chica就是一位女孩子 我们就是the the girl 我们用这个la 不是这个l L 是男性的单数 la就是女性的单数 masculino blal masculino blal就是男性的中数 例如los los chicas 就是很多男孩子 那叫los chica 你就不要用l chica 因为它是男性 而且是中数 所以我们就会用los feminino blouse 就是女性的多数 la chica la chica 或者la chica 或者la chica 就是很多的桌 或者很多的女孩子 那我们都会用las 因为它是中数 所以有四个形态 但是英文里面 都是da 所以在我讲中文 或者港独话里面 都是一样 者位女孩子 或者男孩子 都是用者字 不会有分男性的者 或者女性的者 这个就是西方男孩子 里面 有些人觉得难学的地方 我开始觉得很难学 因为要分 那样东西是男性 或者女性 如果动物就容易分 男孩子 如果书桌 或者一张桌 那那个分法就很不同 一张椅 椅是什么 就是私人 私人是女性 那你就要懂怎样做 那你应该用la 或者las 你就不要用l 或者los 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dodosudandi dodosudandi 就是说 所有在西方牙文里面的名词 dodosud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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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女性 那就是西方牙文里面的所有名词 都会分为男性 或者女性 那下面有少少的例子 大家可以跟随 下面这些例子 那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就是 el libro n libro 就是男性的 那我后面呢 所以前面的观词是用l 的 男性单数的 ok 那就是the book 那你见到后面我写了 用绿色笔 变成m.m.s 就是说给大家听 这个是mascarino singular 就是男性的单数 那就用l ok 那这个是女性的单数 所以female 对不对 feminino singular 女性的单数 the table table就是messa 但是the table 你就不要用lmessa 是lamessa 因为是女性的单数 所以大家就分出单数来说 男性和女性 l 或者la ok 接下来这个guaderno guaderno 就是一本notebook 一本筆记簿 guaderno 就不是我们的电脑 那些notebook 不是 是一本筆记簿 给你写字的 那这个你见到 是男性的名词 所以我们是单数 所以我们就用l lguaderno lguaderno ok la bandana la bandana 这个是女性的单数 la bandana 所以用la the window the windows loss escriptorios escriptorios 就是desk 就是一些书桌 就不同的桌 桌是messa 一张桌 没有柜桶 那书桌呢 通常有柜桶 一个desk 是书桌 就是escriptorios escriptorios 就是男性 但是我们在说 是很多张书桌 是不是 所以有s 所以男性的中数 就是loss ok loss computadoras 这个是女性的computer 所以我们就会用loss 是中数的 ok 这个大家记住 ok 接下来 下来 4.3 我就走到哪里 下来 4.3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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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观词的不同形式 有两种观词 一种我们叫做 不定观词 definite article 西方文当然叫做 articular definito 就是definite article 包括有de 英文是de 西方文就是la else los 和las ok 也就是上高外 那四个的不定定观词 指名是某样东西 比如这位女士 指名是者 就不是一位女士 任何位都可以 那就是不定观词 定观词就是说 definite article articulo definito articulo definito 就是不定观词 例如 boy al supermercado i am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这个是to the supermarket 所以是boy boy就是i go 或者i am go 这个rl 它就会变成r 所以你会看到 它是特别橙色的 就是代表 它就变成了这个 所以是boy s are supermercado 就是i am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去那间市场 那就是说de 这个是定观词 就是说明那间 就不是适当一间 ok i am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就是某一间 ok de 所以就叫定观词 definitearticle essa es la mujer essa es la mujer des essa 就是that 那我后面会有些forge 跟他们讲 des this dos 这些英文的观词 ok 那后面我才会讲 那现在我主要集中在说de 这个观词 essa es la mujer 那位女士 那位女士 gana ghe gana ghe 就是with with with her i talk ghe ghe was as doi abando ghe i am talking to 那这个呢 如果你照译英文的话 that is the woman i am talking to ok that is the woman i was talking to ok 那这个应该是i am talking to 因为这个是原在词 而不是i was ok 那因为as doi 是原在词 所以是 that is the woman i am talking to 那就是 各位女士是我 跟她聊天的那一段词 ok 所以就是esta es la mujer gana ghe es doi abando i am talking to ok 这个所谓定观词 就是这个de 要是la 要是el 要是los 要是las 那这个呢就是用l 原因就是这个supermarket 是男性的名字 所以就用l 这位女士 ok 就是la 就不要用l 那就是esta es la mujer a ghe es doi abando ok 就是 this is the woman i am talking to ok that is the woman ok articulo indifinito 就是indifinito 就是indifinito 就是不定贯截 那不定贯截 那不定贯截 例如a and ok 就是英文里面a 或者and 就是不定贯截 我去一间市场 就不是去那间市场 那就是一 一就是任何一间的 那这个我叫不定贯截 所以西班牙文里面不定贯截 会有una uno un 和ningun ningun 就是none of them not any ok nothing 那这个就是ningun 那是怎么译话呢 就很难译的 下来我们有些例子 大家就会明白 and burao 在burao 就是unos unos 就是心 那你会看到这个心 是佛女性的名词 ok 中熟 这个unos 是女男性的名词 中熟 ok 那这个呢 我们看下来的句子 那ice 就是 there is there are 或者are there is there 那这个ice 那如果是问话句的话 这个ice 就会是is there 或者are there ok ice un supermercado bo aquí ok is there any ok is there a supermarket around here bo aquí is there a supermarket ok so you can see is there a supermarket are here ok 所以你见到英文的文话句 或者我们中文的文话句 后面就加文号 但是西班牙文的文话句 前面是加一个调转的文号 整个就很清晰 知道这句是一个文话句 ok i es un supermercado bo aquí ok 这个就是说 附近是否有间消息市场 就是 i a un supermercado faji ok pazo una hora i spend i spend an hour 一个钟头 不是狗个钟头 i spend an hour bara hacer este trabajo bara hacer este trabajo tabajo I spend an hour to do this job 即是我花了一小时去做这一件事 这是这句的意思 这是一个文化句 Wedish 即是Can you Bastar 吗?Lend me Bastar 即是Lend Can you lend me? Unos dinero 即是Money Unos 即是Some 所以又是Can you lend me some money? 就是Bastar 吗?Unos dinero Can you lend me some money? 你可不可以借些钱给我? 你可以看到了 慢慢我们就开始懂得怎么去组句了 No buedos and gondar I cannot find 这个是Do Find Buedos 即是Can No buedos 即是I cannot I cannot do what? I cannot find No buedos and gondar Ningun bero Any dog Any dog 就是Ningun bero En la abidacion In the room I cannot find any dogs in the room 即是我的房间 他们找不到任何一只狗 我怀疑这狗就有没有一只狗 但是找不到 那就是No buedos and gondar Ningun bero en la abidacion 这个也是一样H是无音 所以abidacion 就不是En la habidacion 可能记住了 H西法语语里面是无发音的 OK 以上就是我们在讲一些很基础的东西 4.1 4.2和4.3 讲了基础的la el servlos la unos unas unos unas unos un 和面观 OK 当然我们会有algunas algunas algun 那些的观词都会有的 下面我们会慢慢再讲到 OK 今堂主要是介绍 什么叫做观词 让大家开始了解到观词 英文的观词很简单的 就是有an 和d 三种都是an 但西法语语里面 因为名词有分性别 而观词 在跟名词的性别 或者是 单数重数而改变 所以才有 el la los 和las 的分别 OK 慢慢我们就会了解了 今堂我先讲到这里 记住 上我这个website里面 去找我youtube的channel 大家可以在不同的youtubechannel里面 就可以 找到这些资料 OK 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 那今堂我就讲到这里 Adios Seniors Astar Luego Bye Bye